好,我们来看到前文的部分,全文。 今日は春のバーゲンがあります。 那今天呢是春季的大检假活动。 それで,因此。 留学生の中島さんはリーさんを誘って。 好,主语是中导。中导怎么了呢? 中导邀请小李、リーさんを誘って。 大誘って邀请谁? 那留学生中导呢,就邀请了小李、 町のデパートへ、 去到这个市中心的百货公司、 買物に来ました。 好,来买东西来的。 中島さんは靴とコートを買おうと重い。 这个重い就是我们第一刻学到的中盾法,对吧? 好,他想着干嘛呢? 買おう。 買おう是意志性想买。 谁想买呢? 在前面,中島さん。 那中島呢,心理想着说他今天的计划呢, 要买的是靴、 还有コート。 他想买鞋子、 还有买这个外套。 好,他是这样想的。 那接下来呢, リーさんは。 好,我们来看一下。 リーさん。 リーさんはカセットデーキ、 核式录音机と、 マネヒッツ、 比、 比、 買おうと思いました。 好,这里也是样的。 看到没有? 買おう一字形。 どう思いました。 那这个地方的中盾呢, 就是纯粹是为了做连接。 那中島今天想购置的物品是鞋子和外套。 リーさん想购置的呢, 是这个核式录音机以及那个笔。 好,我们来玩看第二段。 中島呢, 在这个鞋柜啊, いろいろな靴を。 那将各种各样的款式的鞋子啊, はいて, 是穿着啊, はく, はく变贴形。 はいて, 变成贴形之后加上みる呢, 是表示试穿。 はいてみて, 又变成て。 じゃから, 是为了跟这个构成一个初级第一字的语法, 叫做什么什么之后, 叫做でから。 はいてみる是试穿。 はいてみてから是试穿之后。 那就是呢, 那中島呢, 在这个鞋柜呢, 试穿了各种各样的鞋款之后, 最终買ました。 买了。 买了什么呢? もの、 东西。 这个东西肯定是一双鞋。 什么样的呢? かたちのきにいった。 きにいった是中意和喜欢的。 かたち呢, 是鞋的那个外形。 意思是说, 那中島在这个鞋柜呢, 试穿了N多款鞋型之后, 最终买下了他鞋型当中最中意的那一款。 きにいった是一个词组, 修饰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指的就是鞋子。 好, 就是呢, size吧。 他的这个鞋的这个码数的这个size, 这个形啊, 是26.5cmで。 26.5cm, 26.5厘米。 値段は230円でした。 那么价格呢, 是230元人民币。 那这个时候呢, 原读做元。 过去事情, 因为他价格每天会有变动或折扣, 所以他第一次是表示当时购买的这个价格。 好, 而且很轻便的。 きやすい、 很容易穿着的。 kouto かいました。 好, 说的简单点呢, 他就是买了一件外套, 然后对于这个外套的修饰特别长。 你看, かいました, 买了。 koutoかいました, 买了外套。 怎么样的呢, 我们最后往前看啊, きやすい、 动词的联用型加やすい, 表示异于怎样的, 表示异于穿着的。 好, 軽い是表示一个大一呢, 比较轻便, 是軽い, 为了做连接, 把いがががくって, 既轻便又好穿着的, 还不够, 还要往前面修饰。 自分の体のsize, 自己身体的身材型号, ぴったり, 很合适的。 ぴったり这个词呢, 它可以作为副词使用, 也可以作为形容动词使用, 在这里呢, 是作为形容动词, 加上一个で呢, 是做连接。 大家知道, 形容动词做连接是直接加で, 而形容词做连接是把いががががくって, 所以翻译成呢, 最终然后他还买了一件, 非常适合自己身形, 且轻便又好穿的外套。 好的, 表尝一点点这句话啊。 好, 我们来看到这一段, りさんはカフェットデッキを買いました。 然后呢, りさん呢, 就买了一个合适的录音机, ちょうど正好呢, 遇上了这个春のバーゲンなので, ので是客观原因, 前面遇到名词或者形容动词时, 会有一个呢, 春のバーゲンなので, 因为正好遇到了这个春季的大打折, 所以呢, にわりびきの安い値段でした。 是一个非常便宜的一个折扣买到了,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歌影, 这个词跟中国会不一样啊, 那比方说这个二わりびき呢, 就不能翻译成二折, 而是翻译成八折, 那如果你说五折的是五わりびき, 那其他要注意, 比方说打这个九折的话, 那九折的话叫说一, 那就是一わりびき, 这样子情况。 好, 那么二割影的话呢, 就是打八折的意思。 好, 那所以呢, 它是遇到了春季大打折, 那以八折的这个折扣形式, 就买下了这个合适录音机。 然后呢, それから, 然后呢, 友達に给朋友, プレゼントをあげよう。 あげる是送的意思, 或给, あげよう是想给, どうもって。 那正好他心里想着想要送给朋友一份礼物, 然后呢, 値段がやや高く。 やや是少许的意思, 汉字可以写成一个烧字, 或者不写, 那意思是说少许有点贵的, 然后呢, 新発売で, 名字加で, 可以做原因, 还可以表示连接。 那是新上市的, ポールペント, 和这个圆珠笔啊, 一起, セットになっている。 好, 正好组合成一种套装的形式, 因为这个セット是套, 来自一文单词那个set, 就是套装的意思啊。 这个蓝色的青色の真面筆を買いました。 那最终是他买了, 买了什么呢? 他买了一个价格稍微高一些些的, 而且是新上市的, 与这个圆珠笔一起成为一个套装的形式的蓝色的钢笔, 买下来了。 好的, 来, 我们继续看到, 绘画部分, 会話, 第一段, 那中导和小李迪的对话, 中导说, 李さん, 今我暇ですか? 您现在有空吗? ええ, 夜の自習時間まで, 暇ですが, 直到晚上的这个自習时间呢, 我都还是有空的, まで是直到, ですが, 在这里是缓和语气的作用。 好, 我们来看下一句, それから, 然后, 今日は春のバーケンがありますから, 因为呢, 今天有春季的这个折扣活动, 一緒に買い物に行きませんか? 要不要今天一块去买东西呀? 好, 小李的回答是, ええ, いいですよ。 好啊, 挺好的, 不错。 どこへ行きますか? 那我们去哪呢? 街のdepartへ行きたいのですが, 行きたい是想去, のです是强调, 客观事实, 这个啊, 是铺垫一下, 说, 我想去市中心室内的百货公司, どうでしょう? 你觉得我的意见怎么样呢? 好, 小李的回答是, ちょっと遠すぎますね。 好, 四論词遠い, 把一句では加すぎます, 是我们今天的语法重点说过头的, 那是不是稍微有点远了呀? 夜の実習時間に遅れては, 如果我要迟到与我晚上自行的时间的话, 困りますよ, 那我就糟了, 学校から待ちまで, 好, 那从学校到室内, 5キロしかありませんから, 记得啊, しか叫做否定, 但是肯定的意思, から表原因, 因为呢, 从学校到室内呢, 只有仅仅的5公里啊, 所以, 間に合うでしょう? 我猜测说, 你一定可以来得及和赶得上晚上自行的。 好, 那这样的话, 早く行きましょう。 那我们就早点赶快出发, 早去早回吧。 好, 继续往下看。 这时候呢, 店に入る, 这个场景呢, 是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商场内部。 すみません。 他跟店员说啊, 很抱歉。 靴売り場はどこですか? 这个鞋柜啊, 在哪里呢? 店员说, 靴売り場ですか? 您说的是这个鞋柜啊。 ここを, 在这个地方呢, まっすぐ。 喂。 不过了。 好。 不过了。 这句话开始 ここをまっすぐ行くと 行くと 一怎么样就会有发现 那你一直往这个方向 一直直走 まっすぐ是笔直的 一直直走的话 エスカレーターがあります 就会发现呢 有一个呢自动扶梯 エスカレーターのところ ところ的地方 在那个自动扶梯处啊 然后在这个位置呢 右に曲がって 右に曲がって 那曲がる是拐弯 拐弯的方向呢 这个地方要用到的是に 而前面这个地方 为什么用お呢 就是 エスカレーターのところ 是不是表示这个 自动扶梯处要拐弯 那这个地方是 非常松动作 移动的场所 要用お 好 然后呢 转弯之后 まっすぐ 再笔直的 いくと 又再直走 那在我们的左侧 左側に あります 位于我们的左侧 好 那我们把这句话 再重新的再翻一次 您指的是鞋柜啊 那就是从这个位置呢 请您直走 您直走之后会发现 那这里就会有一个 エスカレーター 就会有个自动扶梯 你走到那个自动扶梯处的时候呢 再从这个自动扶梯的位置 往右拐 右拐之后再直走 那么直走的左侧 就会发现 有一个 靴壳 就是鞋柜了 好 然后他最终再确认一次说 左側ですね 是左侧对吗 どうも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谢谢 好 但是你看到这里 有个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因为平时我们说的是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那么什么时候会用到master呢 有很多情况 比如说 别人对你帮忙之后 当帮忙过后 那你对他刚刚的这个帮忙 表示感谢 你可以用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或者我们去医院 去看病的时候 那么医生为我们诊断之后 整个过程环节结束掉之后 你对医生表示感谢的时候 你可以说 arigatou gozaimashita 或者是表示 昨天那个事 这是谢谢你了 或者是说 钱的那个事 因为日本人表示 谢谢的时候 一般要谢到三次 所以这也是我在第一次当中 跟大家提过的 日本礼仪 好 arigatou gozaimashita 是谢谢 好 然后继续往下面走 那接下来呢 泰姆你走到第二个环境了 第二个环境呢 是在 靴壳壳 在鞋柜 好 首先鞋柜的店员 看到客人迎面来之后 马上说一句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欢迎光临 中导说 靴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首先表达出 它的目的和初衷 んです 表示客观事实 强调我今天的目标和目的 ですが 这个啊 大多是没有十字意思 做个铺垫 我呢 想今天买双鞋 ちょっと みせてください 那 見る是看 見せて 是给看 让看 見せてください 来稍微让我看看怎么样 好 那么店员就继续问 どれくらい どれくらい 是量 大概多少 少多久 指数量 指距离 指时间 指范围 どれくらいのsize size 然后那个鞋子的大小码 尺寸的问题 这个size是尺寸 sizeが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よろしい 就是这个 要更加的礼貌 和客气 本科出现 本科出现是表什么 表举例子 好 那これなんか 就是说 那您看这个的话 いかがですか いかがでしょうか 那您看这个说话是谁啊 是店员 店员说话必须要用尊敬语 所以他不会说 い 他会说 いかが いかが 就相当于是 ど 这个词的一个尊敬语 あでしょうが 就是 ですか 更加礼貌的方式 所以他用的是 いかがでしょうが 那您看 这一款如何呢 这个时候 中导可能一边在试穿 一边说 嗯 这个不太好 感觉 こういう こういう 它是一个连体词 他修饰的这个 design 这个design 是这个设计的一种风格 こういうdesignは ちょっと 好 你看这个人没有话说完 你怎么知道他不喜欢呢 那么因此了解到 就日本人说不好的事情 或拒绝的时候 他不会直接批评 或者说不好 他会用ちょっと这个词 ちょっと 类似于说 这个嘛 有点 所以你要注意这个ちょっと 意思是说 他有点不满意 好 design 是什么不满意 市集风格 他说你看 这个款型吧 我觉得有点 可能就是 不想把话说完 我不大喜欢 好 这个时候店员 他听懂意思了 说 では 那么 これは 那又换了一款 说那您看这款呢 これは 好 他说 sizeは 25.5cm ですが 那这款正好是 25.5厘米的 这个尺寸 他说 那中导就说 嗨てみても いいですか そ后往前看 你看 でもいいですか 是可以吗 好 嗨て 是穿着 吐く这个点子 变成贴形 嗨て 为什么有个 み呢 对 表示着 嗨てみても いいですか 我可以呢 试穿一下 这一款吗 他继续 他还在进行 谈话 那店员说 どうぞ いかがですか 那请 好 觉得怎么样呢 好 这个时候 他感觉 ちょっと 你听到说 ちょっと的时候 估计这个 就不大好了 对吧 不妙了 きつい きつい 可以只穿衣服 或穿鞋子 觉得比较的紧 就小了一点 きついですね 有点紧巴巴的感觉 尤其是这个 つま先 つま先 还记得可以表示 手 脚 脚尖 指尖 那么这里 显然是指的脚尖 我感觉我的脚尖 ちょっと 痛いんです 有点 痛 这个地方 うんです 是强调这一事实 我觉得有点紧了 而且穿上去 脚指尖 有点痛的感觉 好 继续 他现在是对 这个尺寸不满意 对于这个 design 这个设计来讲的话 きにいりましたが 我倒是挺 重义的 いりましたが 好 我们再看后面的句子 この形で 好 那也就是这种风格 首先他对于这个 风格还是挺喜欢的 もう少し 大きいのは ありませんが 有没有比这个 尺寸大一点的 但这个形 我喜欢 好 别人说 じゃあ この上の この上的言下之意 就是 比你刚刚脚上穿的 这个要更大的 超过这个之上的 この上のサイズを お持ちしましょう 我帮您 拿出来 这个比这个 您脚上穿的 这个要大的 这个号码 这个 お 加上 しましょう 是我们这一刻 讲的字迁语 中间用动字 流行 我帮您拿一下 这个 更大的 好 え お願いします 那就拜托您了 好 他拿了一个 26.5cm です 他拿了一个 26.5厘米的 いかがですか 那怎么样呢 好 中导说 これは ちょうど ちょうど 这个词千万 大家别跟这个 ちょっと搞混了 ちょっと 是挺顿的 说稍微有点 而这个 ちょうど 是正好 恰好 いいです 好 ちょうどいいです 正好 很不错 じゃあ 那么 これをください 那 我呢 就要这个了 いくらですか 询问这个价格 他觉得很满意 好 价格是 300元のものですが 这是300人民币 春のバーゲンで 现在是遇到了春季的折扣 期之后是 230元になります になります 表成为的结果 那最后呢 是人民币 230 好 230之后呢 因为他没有零件 他拿出 三张一百人民币的 钞票 100元 札 原札 就是 人民币的纸钞 100块一张的 拿出 三枚 拿出 三张 一边说 細かいのが の 是强的那个钱 細かいのが 就是小钱 零钱 ありません 我没有零钱 これで 麻烦你就用 这300人民币 给我 お釣りをください 给我找下钱 好 那么店员就说 はい 300元 お預かりします 我先预收您 300人民币 好 我还要找您 70元のお釣りです 这是找您的 70元人民币 毫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非常感谢您的光顾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到 是在第二个柜台 是 カセットデッキ 売り場 カセットデッキ 是核式录音机 李さん 他要买的东西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欢迎光临 あの 那个 カセットデッキ 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我想要这个 核式录音机 カセットデッキですね 表确认 您要的是这个 核式录音机 对吗 ご予算はどのくらい 大概多少 どのくらいですか 您的预算大概是多少呢 400元 400元人民币 ぐらい 左右的 のが いいんです 这个 の 只带的就是那个 核式录音机 我想要大概 400元人民币左右的 这个是比较合适的 これはいかがですか 您觉得这个 合适吗 这个的话 ちょっと 大きすぎます 记得 形容词 把一曲调加すぎます 表示过头 过分的意思 好 这个呢 个头有点太大了 好 もう少し 再一点点 小さいのは ありませんが 有没有稍微 再小一点的呢 那 ありますか 是有 ありますか 是问 有没有呢 有没有稍微 比这个款 再小一些的 じゃあ これは 那 いかがですか 那您看 这个怎么样呢 はい これにします 我决定 我就要这个了 いくらですか 多少钱呢 400元のものですが 现在是400元 この 这个地方的 売り場 就是我们说的商场 这个商场呢 今现在是到了 这个春のバーゲン 是这个 到了 春季的折扣地 之后呢 是 2割引きですから 因为现在是打八折 所以价格最后是 320元になります 320元人民币 そうですか それは 買得ですね 那我真是买到 就算是赚到了 或者是划算了 でも 但是 もう少し 再一点点 値段を 价格 安く してくださいませんか 意思是说 能不能价格 再便宜一点呢 他说 それでは 那样的话 もう30元 安くします 那我再给您 稍微一少 30元吧 好 把一个为 空加します 表示变化 就是人为的 使得 他降下来 30元人民币 好 これで 这样的话 就是 再减 30 那就是290 人民币 290元 になります 最后拿出300元 300元 を出す はい 就是给他 请确认收下 じゃあ 开始推荐 减すぎますね 一枚的 已经全部卖光了 このコートは ちょっと 良さそうです 良さそう 是看起来不错 我觉得这个外套 看起来正好不错 那我要试一下 試着 我可以试一下吗 はい こちらで どうぞ 那请在这边 请您试穿 お客様 いかがですか 那客人 您觉得 试穿 还合适吗 啊 ぴったりだ 这次是最合适的 ぴったり是合适 而且呢 軽くて いい改で くて 做連接 我感觉 衣服穿起来 很轻便 而且也很容易穿着 きやすい 動詞連用型 加やすい 表示意欲怎样 又轻便又好穿 じゃあ これにします 我决定了 我就要这件 いくらですか 多少钱呢 好 他的回答是 ひゃくきゅうじゅごげん いただきます 这个是要收您 195 人民币 195块 好 这时候呢 ひゃくげんさつを にまいだす 拿出两张100块的 はい 有请您收下 好的 我送您200元 200元 を預かりします 那我要找您 5块 5元の おかえしです 就是一个量子 加上の 再加上おかえし 就是找您的钱 どうも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谢谢您 好 最后呢 到了万年筆的 这个专柜 也就是我们说的 钢笔柜 万年筆売り場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万年筆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我想要 这个钢笔 ちょっと見せてください 请让我看一看吧 はい いくらぐらいのが 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いくら 多少钱ぐらい 左右 の 指在这个钢笔 よろしい 是可以 那您大概要 多少钱左右的 钢笔比比较好呢 20元ぐらいの 見せてください の 指在这个钢笔 麻烦您给我看看 那我要20元 人民币左右的 どうぞ お選びください 请您选择 好 我们知道 这个门 您讲到了 动词的联文型 前面加一个 お 后面加一个 ください 表示请 请您选择 ちょっと 聞きにくい 書きにくい 动词的联文型 加やすい 表示意语 那加にくい 是表示难语 那这个呢 稍微有点难写 不容易 不容易那么写 他の色のは ありませんか 那别的颜色 有吗 好 他说 はい 他に 其他的那边 还有黄色いのと 青色があります 这个地方的 の 都是指在那个底 有黄色的 还有蓝色的 好 这个地方的 が 是铺垫 どちらにしますか 那您要哪一款呢 青色を見せてください 您给我看一下 是蓝色的 这一支 はいどうぞ 有请 これは書きやすい 你看刚才讲的 動词联用型 加やすい 表示容易 那这个还是挺容易写的呢 割引きはありますか 有折扣吗 いいえ 没有 これは一本 100元です 这个是 一支要100块 ちょっと高すぎますね 这个也太贵了一点点 一去掉 加上すぎます 太贵了 でも これは 但是这个呀 新発売で 是新上市的 ボールペンと 而且是和一支圆柱笔呢 セットになっているんですよ 它是跟一支圆柱笔 是合到一起的捆绑的一种 一个套组 好 他说 そうですか 这样が じゃあ これをお願いします 那我就要这个 因为它等于是有两支 这样的一个套组的方式 はい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谢谢您 会顾 贵物ですから 因为我要是作为礼物的 包装 包装 把包装 きれいに 变得 使它变得 包装起来 变得漂亮一些 はい かしこなりました 好的 我知道了 好 那么单词和这个 我们刚刚讲的课文部分 就全部讲完 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讲的是 阅读的单词和阅读文的部分 好看